我們住的飯店 Mystay 我們今天要去大公博物館 嗯,小朋友最喜歡的地方了 我們出發啦,GO! 喔,小朋友戴墨鏡這麼酷的 嗯,笑笑咪咪 小朋友走路就是這樣溫溫吞吞的 走走走 推車我們坐電梯 上野車站 如果有不方便的或是有嬰兒的 我們來這邊坐電梯去搭電車 所以在正面玄關口 我們要去大公博物館 要去三樓坐電梯啦,1到12月台 可以去大公的話 宇都宮高崎線也可以搭 然後還有就是 京兵東北線也可以 啊,上野東京 都可以參考 我們現在要往龍原的方向 宇都宮線 那其實我們在大公站下車 啊,乖乖的坐在電車上面 所以我們剛剛到了 圍九 然後下一根到赤嶼 所以中間 中間省略了很多站 所以算快車的喔 啊,我們現在要往 奇遇新都交通鐵道 西口南 改禮 大公車站也是一個大站 有新幹線也有再來線 哇,好好吃的三明治喔 好,我們繼續前進 好啦,我們從這個出口出站 再換往鐵道博物館的路線 準備,嗶嗶 好啦,我們繼續前進的 New Shuttle 鐵道博物館 啊哈,來了,我們要去 鐵道博物館 鐵道博物館 IC卡都當然可以 搭乘啦 好啦,孩子,我們要出發啦 鐵道博物館 咦,BB 前進 看到好多爸媽都要帶小朋友 去鐵道博物館 我們在等車啦 列車進站 謝謝 鐵道博物館 我們下來了 前進 聽到小朋友哭哭啦 前進 鐵道博物館就在前面了 嗯,這麼開心 嗯,早上還賴床 還賴床 還賴床呢 還賴床呢 走啦 走走走 嘿嘿,這麼開心 有沒有聽到爭氣火車的聲音啊 那邊還有火車廂 那邊還有火車廂 這是博物館的入口處啦 等一下要買票 來,我們要準備買票啦 大人1330 又要三歲以上才要錢 小婉現在還未滿三歲 哎呦,掉錢了 你可以用西瓜IC卡買 來,我們要準備進場 要證明小婉未滿三歲護照就要拿出來了 前進 售票櫃台 哇,蒸汽火車 來 嬰兒車要放在這裡喔 你看火車,對 還只說火車 對啊,火車好驚訝 可以玩 來到這裡 哦,一點都不太想戴口罩 哇,好多 以前歷史留下來的各式火車 火車車廂 這裡很適合帶小孩子來放電 非常適合喔 耶,小孩真的很興奮 他恨不得要趕快去玩 孩子要進去火車廂裡面坐坐了 哇,有沒有 對啊,這都是你一個人獨佔的車廂 灰灰蛇,爸爸在月台 灰灰蛇,爸爸也在月台,在看你 扇形 軌道 耶 扇形軌道 相信這裡是 所有鐵道迷 非常喜歡的地方 還有小朋友也是 但是 如果台灣也有這樣的博物館 那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喔 扇形鐵道的另外一個角度 哈哈 哈哈 這麼開心 這麼開心 爸爸在下面 你在上面啊 爸爸在下面啊 你在上面啊 爸爸上去 慢慢走下來喔 我們要不要去吃東西啊 吃東西看舅舅的 在這個制高點可以撫拍全景 這要賣便當喔 日式便當 當然也有鐵道的因素 露天廣場 新幹線 JR的再來 這應該 這應該是特輯車廂啊 新幹線車廂 新幹線 孩子在這廣場 也看著目不轉睛 沒錯 這是特輯車廂 可以買便當在裡面吃 很有feel喔 哇 現在這裡陳列最新型的 新幹線列車 很漂亮 這算是博物館 南館的展示 嗯 這邊小朋友可以自己 自己算簡單的那個觸碰 了解一下 鐵道 鐵道的一些運作原理 Servicely囉 進去看看 東海道 新幹線 開業紀念 哇 便當 我們買了鐵路便當 我們買了鐵路便當 這是唐陽雞的便當 還有新幹線的飲料喔 那我這裡的話是牛燒肉便當 牛燒肉便當 看起來很好吃可口喔 看著風景吃飯飯 在列車廂裡面吃飯還挺有那種feel的 哇 小朋友公園 這要排隊喔 排好長喔 有新幹線的溜滑梯 還有新幹線的搖搖椅 剛好現在大公鐵道博物館還有這個 迷你的小 新幹線可以玩 新幹線出發 噗噗 小碗在那裡 小碗在那裡 小碗在最後面台 小碗爸爸在這裡 大公圈 夜車要來囉 又來第二圈 這個去取票 然後再體驗 鹿 這個是小朋友的遊樂玩樂天堂 青甘線 溜滑梯 還有搖搖椅 小碗溜青甘線 再去溜 小碗溜下來 小碗爬上青甘線的溜滑梯 要等它溜溜 要打坐 舒酥鼓掌 拍手拍手 打標 大飽 �寶 正在表演,所以剛好遇到 上行火車 有沒有,噗噜 也吓一跳 对不对 我们来到另外一侧了 小迷你小列车 比刚刚列车更大 哇 这里又是室内儿童游乐的地方 好缤纷 缤纷 进去要脱血血 现在要做这种小车厢 要事先用他们的APP参加抽签 然后抽签到了时候 再来这边报到才可以打 不然早期这个小列车车厢 很热门 哟 来个Janes 哇 好可爱 好迷你的火车厢 小丸也自己在 拿着列车厢在轨道上 跑跑跑 好认真在玩 哺哺哦 自己驾驶火车 哺哺哺 哇 铁道博物馆的 优优好多 这应该很吸引人 铁道博物馆 孩子挑了HELLO KITTY的新干扇 好啦 孩子玩得开心 那我们也要离开大公 铁道博物馆 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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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